后今天命三年 努尔哈赤发兵攻打明朝在辽东重镇俯顺 打响了后今政权与大明王朝正面对抗的第一项 同时也就此拉开了明王清兴的序幕 而为了统一所有女真人的思想 使得自己出兵发明有着充分的合法性技术 努尔哈赤也仿照着历史上的惯例 精心罗列出了七大恨 并以此作为自己起兵的思想纲领 从而将女真人长久以来 对于明朝的积怨充分表达了出来 以获得所有女真人的认同与知识 可如果认真分析七大恨的具体内容 在结合当时历史背景来看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 虽然明面上昭示着各种苦大仇身 然而实际上却更多的都是一些小儿科式的事情 甚至还有一点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味道 所以归根解体来说 这一切都是努尔哈赤为了起兵 而进行的一番强词夺理的宣传造势罢了 严重的内忧外患局面下 让努尔哈赤不得不起兵攻打明朝 后今天命元年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 被众人推上了富裕列国汉王的宝座 正式建立后金政权 此时的努尔哈赤并没有对大明王朝采取敌对态度 相反 他还希望得到明朝的认可与策封 承认他的女真人最高领袖的地位 然而 为何不到三年的时间 努尔哈赤对于明朝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折 原因就在于天命二年 那场遍及整个东北地区的严重水灾 对于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 所造成的惨烈景象 由史料记载称之为 民间记婚之患 禁骨所无 流离道路 恶条相望 而努尔哈赤及其他新兴的后金政权 也在这场水灾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方面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 本来就非常的薄弱 加上女真人这个时候的生产 生活方式 还比较原始 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的冲击 而另一方面 则是明朝在这个时候采取了 对于后金的报复性措施 实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与物资禁运 进一步加剧了灾害的影响程度 整个后金国内是民生掉币 就连贵族的基本生活都远远无法得到保障 民间情况更是惨不忍睹 而与此同时 明朝这面也在加紧对于女真叶赫部落的扶持力度 在此之前 努尔哈赤已经通过武力 收复了乌拉 挥发 哈达等几个强大的女真部落 叶赫部也就此成为了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道路上最后的绊脚石 然而 由于努尔哈赤的快速崛起 引发了明朝对其的警惕 于是加大了对于叶赫部的支持力度 进而阻碍了努尔哈赤统一整个女真的进程 而叶赫也仗着有明朝的支持 长期与努尔哈赤保持了敌视与对峙状态 对于此 努尔哈赤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他深知要想打败叶赫统一女真 就必须要对在这区域内的明朝势力 给予强而有力的打击 于是努尔哈赤曾提到 先途叶赫 责唤民兵倒我之序 非大错民兵夺其器不可 而这一时期 镇守辽东数十年的李承梁已经去世 明朝在辽东的局面可谓是陷入了乱局之中 官员昏会 军被废持 内外部矛盾都很激烈 而这也无疑给了努尔哈赤绝佳的机会 按照明史《李维汉传》中的记载 辽三面受敌 无遂不用兵 自睡时高怀罪 薛十余年 军民一棍 而先后俯臣皆拥财 顽七狗岁月 天子又是万计不利 编臣呼吁 默然不闻 治疗是打坏 综上所述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 努尔哈赤一改此前的和睦态度 起兵攻打明朝的原因 其一 后今国内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经济和民生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努尔哈赤需要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同时 也需要借此对明朝进行劫掠 以缓解国内的民生困境 其二 明朝常年保持了对于叶赫的支持 阻挠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并且在后今政权最为危机的时候落井下石 实施经济封锁 让后今几乎将要陷入绝境之中 其三 明朝在辽东的统治出现了巨大问题 矛盾尖锐 这也给了后今一颗绳之机 就这样 天命三年 努尔哈赤正式起兵 开始了对明作战 努尔哈赤为了攻打俯顺 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首先 就是借助天象了 其实 这也不是努尔哈赤的手上 历朝历代有不少起义者 都是借助或者人为制造天象 来达到宣传其实顺应天命的目的 比如刘邦的斩白蛇起义 以及袁朝末年红金军的 识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凡 皆是如此 天命三年正月的某天黎明 一道红光直观残月 有青黄二色气 直观越重 死光越快二十 越至上越长三丈 越至下越丈瑜 实际上这就是类似于极光的自然现象 而这却被努尔哈赤拿来大作文章 并一再强调这是上天 给予他的起兵征兆 就此下定决心起兵 无意一决 金碎必争大明国 其次就是选择 辅舜作为第一站的攻击目标 从地图上看 辅舜是努尔哈赤从赫图阿拉出发 通往辽东平原的必经之地 并且辅舜处于沈阳 开园 辽阳等地 之间的中心地带 素有全辽之枢纽之称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 辅舜作为当时辽东的贸易重镇 集结了大量的汉族 蒙古族 女真族 以及朝鲜商人 是明朝辽东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 城内物资非常丰富 然而 辅舜在当时仅仅是 沈阳中尉下属的签户所 不管是兵力配备还是城防建设 都要远序与沈阳 辽阳这些高级位所成职 攻占难度较低 就这样 努尔哈赤将辅舜选为 罚明第一站的所在地 再次 努尔哈赤为攻打辅舜 制定了详尽的作战部署 他先是花仲金贿赂明朝守城士兵 并驾剑马时贸易为由 向城中安插了大量的奸细 随后 努尔哈赤又积极鼓动 漠南蒙古的宰赛 暖兔两个部落以逃上为名 袭绕促俯身 引诱明军出城迎战 以牵制部分明军 继一步削弱明朝城防守备力量 除此之外 努尔哈赤还派出了 大量的眼线和奸细 在收集情报的同时 还在紧密监视 广宁 沈阳 辽阳等方向的明军动向 做到万无一失 最后就是要统一思想 调动情绪 激发全体军民的作战热情 于是努尔哈赤将 陈年往事统统翻了出来 以此精心炮制出了 七条攻打明朝的理由 这便是七大恨 就这样 天命三年四月十三 努尔哈赤率领巴西 主力杀向辅顺 并且在劝降了明朝 在辅顺的最高军政长官 及千户守备御官 游击将军李永芳后 顺利拿下了辅顺城 就此打赢了 他与大明王朝决裂后的第一战 所谓的七大恨 很多都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努尔哈赤顺利攻下俯身 除了提前做了周密部署安排 巴西将士作战勇猛 以及明朝守军的急速溃败后 直接归向外 其通过七大恨所进行的宣传造势 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而 如果结合努尔哈赤此前的生平经历 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七条大恨之中的内容 可谓是在强词夺利 我之祖父 未尝损名边一草村土 明无端起信滇锤 害我祖父 此恨也 这是在说明朝官兵无故杀害 努尔哈赤的祖父 绝长安和父亲塔克是 努尔哈赤今儿要为祖 赴报仇 然而众所周知之 努尔哈赤祖 赴死于 古猎城城中的罪魁祸首 是尼堪外篮 并且在这之后 李成良也给予了 努尔哈赤以歉意和补偿 不仅让其吸成了其家族职务 更是给了其最初起兵的基础 况且此时距离努尔哈氏族 父之死 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此前他一直是 都是将矛头指向尼堪外篮 而直到这个时候 才将所有的过错 全部指向明朝一方 其目的便是将家仇上升为国恨 以激发女真人 对于明朝的怨恨 名随其信 国上修好 设备历史 反满汉人等 无越江土 敢有越者 剑籍诸之 剑而故作 阳籍诵者 具名赋于誓言 成兵越界 为主叶贺 此恨二业 名人于清河以南 江岸一北 美岁妾于江场 四气壤多 我尊是行诸 名副前盟 则我山上 据我广宁史臣刚古立方吉纳 携取识人 杀之边境 此恨三业 柴和三叉府安三路 我累世分手 江土之重 耕田一鼓 名不容留祸 潜兵驱逐 此恨无也 这三恨主要是在强调明朝 特别是明朝军队 对于此前建州 女真诸步的剥削与压迫 并且还对于明朝蛮横的单设 女真部落的内政极度不满 然而 事实上自明太祖朱蒂时期 建立努尔干都斯开始 就已经确立了 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 这里本就是明朝的国土范围 明朝有着绝对的统一权利 而到了后来的 李承梁首辽时期 李承梁充分利用了 当时东北各民族 各部落之间的矛盾 推行平衡政策 拂小压强 保持了辽东局势的稳定 不断做大做强 同时他也在用极为谦卑的态度 极力讨好李承梁 特别是努尔哈赤 在李承梁在世的时候 一直保持着安分守己 直到其去世后的第二年 才正式建立的后金政权 况且 民族交界区域的边境冲突 本就非常普遍 而努尔哈赤所列举出的势力 都是小的不能再小 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情 甚至不排除这确系是明朝军队 赵章败事 处决违法女真人的可能 而努尔哈赤 却还要将这些陈年旧事拿出来 并加以渲染 不得不说这有点 拿起筷子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的感觉 明月竟已冰住夜赫 比我一拼之女 改是蒙古 此恨死也 边外夜赫 获罪于天 明乃偏信其言 特前是遗书够言 四行领主 此恨六也 西哈达住夜赫二次来今 我自保之 天即受我哈达之人矣 明有党之 邪我还起国 即哈达之人 数被夜赫侵略 俘列国之相争法也 顺天心者胜而存 逆天意者败而亡 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 得其仁者更还乎 天见大国之君 即为天下共主 何独够愿于我国也 金驻天遣之夜赫 抗天意 道之是非 妄为剖断 此恨其也 这最后的三恨 是在强调明朝 对于夜赫等女真诸步的帮扶 阻挠女真统一 从之前的情况来看 统一女真诸步 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 努尔哈赤个人的理想与愿望 是他自己的异乡情愿 其他女真部落对此并不认同 不然也就不会有 九部联军兵伐剑州女真的事情 并且在其吞并 其他部落的过程中 遭到的抵抗 也是非常的激烈 而这其中的 恨似里面的那个乙贫之女 即满猛第一美女东哥 努尔哈赤已经不是 第一次用到这个理由 之前努尔哈赤 都打着东哥悔婚的旗号 灭了挥发 乌拉 哈达三部 而这一次又添游家族 将事端引向了明朝这面 进而又将其作为了 攻打明朝的理由之一 由此可见 努尔哈赤的这七大恨 每一恨都被努尔哈赤描述 成为了血海深仇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 努尔哈赤这是在 极力仕途将他本人 及其家族的利益 与全体女真人的利益实现捆绑 将自己个人 以及此前建州女真部落 与明朝的矛盾上升为 全体女真人与明朝之间矛盾 同时他在将矛头指向明朝的同时 也是向叶赫部进行发难 而这也才是他发布 七大恨的真正目的所在 即震慑明朝 迫使明朝放弃对叶赫的支持 从而真正实现 女真诸步的统一 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 封建王朝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不管是不堪压迫的起义 还是妄图自立的造反 但凡是要举事 都会给自己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 来作为起兵理由 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达到宣传造势的效果 比如陈胜 吴广起义时候的大树星 陈胜王 黄金起义时的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虽在甲子 天下大吉 朱元璋北伐式的驱逐葫芦 恢复中华 立刚沉寂 救济四民 就连清朝时候的吴三桂 发动三藩之乱的时候 也喊出了 兴明陶鲁的口号 显然 努尔哈氏提出的 七大恨也是如此 为的就是要统一 全体女真人的思想 同仇敌开 上下一心 共同与明朝进行对抗 只不过 这七大恨 虽然被渲染出的苦大仇深 积怨已久 但事实上 却更多的是一种造势 夸张以及强词夺利 甚至还有一些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最终努尔哈氏成功了 同时也取得了 他想要看到的效果 而伴随着七大恨的发布 努尔哈氏也正是走上了 与明朝证明对抗之路 冥王清兴也就此 拉开了历史帷幕